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我们这会儿把战传打扫乱 一部分人呢上山上去捡石头 然后去玩穿鞋 一部分人呢在这边留守 待会儿的初老师和这个小羊一块上去 和他们一块 带大家来看一看 你上什么人呢 抓紧在这收拾里面了 快去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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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好 好 해서 这个辈子 还前面一个辈子 前面还有一公里不到一个辈子 包括柯平的峡谷 都是同一个石森林家 下面那个地区的连带 八一公旗 这么大的树呀 这么大的树 这么大的树 这树上千年有的 这是个珊瑚石吗 珊瑚石吗 周围有螺旋庄的纹路 一圈一圈一圈的 山上还有好多这样的石头 但这个石头对我没什么价值 所以不管它 这个山坡上它这个地图城 有珊瑚 看到没有 是珊瑚 说明这个时期 海洋的地区是温暖的 水质比较干净的 为什么呢 珊瑚对水质死暖环境很挑剔的 水质必须干净 温暖 才有珊瑚 这三坡是化石城啊 全部是三坡化石 多得很 多得很 你看 这个三坡化石你看 对吧 是蛮好的吧 它为什么能形成化石呢 因为我们这个 海洋盆地它形成的时候 有火山喷发嘛 烈起人家喷发带 然后就 化石的形成是火山灰呀 火山灵呀 迅速把它掩埋了 灰蔽性东西 它能形成化石 要么它就不化没有了 然后经过地质面前以后 地下抬生 这个谷口也是一样 被抬生之后成了裂口 裂谷母 然后河水一出发 成了河道了 才把它露出来 是这样子的 十年前我发现了有半个 露了半个出来 其实它们拿出来 看到没有 多大 有这么大一个完成的一个 特别完整的一个三坡化石 看到没有 这么大一块 但是拿不出来呀 还有一半在三坡里面 想拿的话也可以拿出来 撤得就会拿出来 但是拿不出来的东西 我就不拿了 不要破坏它 它是自然分化的 自然分化的 看不住老师捡的 珊瑚花石 上面布满了珊瑚 当时的洞 新疆以前确实是石头海 还有这块石头 海洋啊 那个全是很不错的 那个 我爱上了新疆就爱上了你 美丽的姑娘 名人 名人是你 多情的眼睛藏着 千古传奇 黄昏的晚霞映出 整个大地 我感到你 今天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